请收看 维新世界 大地风水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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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什麼像呢 你們量看看 好啦 其中 剛才看他的建築 是非常的莊園 葵山 葵山是人道 葵山沒有錯 孔子他是講人道 天道那麼遠 地道那麼深 人道最貼切 所以天地立中聖人立教 聖人立教 就是孔子 釋迦牟尼佛 還有老子 鬼谷子 這樣都是聖人 將天地的一切萬化 天地的調和變化 與人息息相關 講得非常的清楚 我們的至聖孔子先師 他是講中庸正道 佛家也是中庸講中道 我們的至聖孔子 以釋迦牟尼佛出生前後 差十一年和十一年 一個在中途弘揚中道 一位在西方弘揚中道 就以釋迦牟尼佛的八正道 在弘揚 那儒家咧 至聖孔子 他所講的也是 周庸也是八正道 他所談的《易經》 到後來的時候《易經》是他整個人生最後的精華 《易經》是一以貫之的 《無道義貫之》 我想因為是這樣 才在兩千兩百二十幾年前 的時候 兩千兩百三十年前左右吧 秦始皇因為孔子 他一句話咧 無道義貫之 造成秦始皇 魂書坑儒 問出來 又到民國以來 又來一個批孔 這次都是中華文化的浩劫 這個咧 裡面有什麼天理 我們也搞不清楚 那至於咧 秦始皇的時候 他把魂書坑儒 這個也應該是人類的浩劫 文化的浩劫 不管怎麼樣 過去的歷史 都過去了 過去盡不可得 我們一直在批的過去的不是 當下我們可能也就不是 因為我們沒有大錯大誤以前 我們絕對不能去批評 古聖先賢的是與非 那也因為這樣 所以近幾年來 在整個中國 就開始 興起儒家思想 至聖孔子先知的思想 國家花了好幾千億 一直在網絡 在搜尋 在整理 整個孔子呢 儒家思想的精華 可惜呢 因為歷史上的恩怨 韓國呢 就把整個中國呢 孔子的 他的血脈恩怜呢 就把他說他是 吃油的厚衣 是不是吃油的厚衣呢 等一下我們就可以請 導遊小曼小姐呢 可以幫我們介紹 是不是 孔子是吃油的老祖宗 吃油地主的厚衣呢 我們作為一個地牌導遊 應該要有這一種 深入一層的了解 至於呢 孔子他是水的厚衣呢 我們暫時提下一篇 我們研究孔子的精神 孔子呢 他的說法講道 這麼多年啊 他是代表每個人的心 代表每個人的心 在講道 說出每一位中華兒女 每個人心的智慧 他不是他說他說他的 他絕對不會他說他的法 他都是近日每一個學生 三千弟子是代表三千大千世界 七十二賢人呢 就七十二 就是七十二的地下 裡面所有沒有開悟的人 好的心 所以他有用七十二賢人 七十二他有 明明中有七十二賢 跟在後面成就 三千大千世界 離不開一個三十六三十六 活了七十二 這個呢 我以前也都講過了 講起來話很漫長 那麼孔子呢 他的心法呢 他講的 無道亦以貫注 無道 無 我 我是 假的我 無 就是我們的心 我們的生命 生命 所為無 無 五個口 五個口 金木水火土五行 口 生老病死苦 酸甜苦辣 色 這個都是每個人 生 每個人的人生 和人生所具足的 所以無道 道 就是生 就是光芒嘛 光輝就是生命 異以貫之 異 就是用以異經的異 異 只有日與月 現在 未來 現在當下是日 再下一步說 月了 前的念頭是日 現在的念頭是月 所以就在這個情況之下 無道亦以貫之 過去現在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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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無道義與貫之 所以大家因為過去很多人 據我所了解的 很多聖人對於志孫孔子講的這一句話 無道義與貫之不明裡面的禪義 所以造成很多很多的 對志孫孔子天師對他的尊敬 對他所說的法起了很大的一個變化 很大的批判 也有起了很大很大的不了解 而給予非常不合理的這個批判 所以無道義與貫之 就是告訴我們每個人的生命是永恆的 過去現在會來人的身體會壞 但是我們的生命絕對不會壞 絕對不會壞 所以孔子這一句話 也就是佛家所講所說的 生命是永恆的 剛好當時孔子他在我們的中途 就以無道義與貫之來開示 所有每個人的生命是永恆不滅 不生不滅的 在一些西方 這個西域 西方的佛 釋迦牟尼 他所說的我們的生命是永恆 是不生不滅 不過不敬 這個也是兩個這個是非常相符 而且是契合的一個點 可惜我們後人對這方面都沒有去了解 沒有去了解起來造成很大對 所以我們老祖宗至聖 孔子先師 他的真理都有很大的曲折和扭曲 這是非常不好的現象 再來我們就是孔子他所說的 靜鬼神而言之 鬼是下地獄 神是生天 神是光明 現在出太陽 出太陽是神 那麼鬼黑暗消極不滿 怨憤鬥爭等等 就是鬼是神 和鬼之間的不同差別 神是光明的 鬼是黑暗的 從疑心 從華語打問號開始 所以從打問號開始就是鬼 你從光明面就是神 所以我們要真正鬼 真正神 你一定要客觀 而言之就是客觀 看待這種事情 就是孔子的精神 而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夫 有朋我們從八方的世界來到世間投胎 所以我們大家見到面 都是好朋友 有的是從十方 各種不同的世界 從不同的世界 我們的靈魂 能將到世間投胎來 到這個身體上來 那就是我們有朋自遠方來 不亦樂夫 我們要有歡喜心 來相互的尊重 和尊敬 不是用批鬥 用毀謗 用誣蔑 製造是非 這樣都是已經違背的 我們至聖孔子 宣誓他的精神 和他的心法 我們也希望儒家的思想 是代表整個中國人 和中華民族的文化 和中華文化的精髓 祝福以來 哪一位能夠像自身孔子 他立了這麼多的法文的教文 立了這麼多的心法呢 所以這一點 我們今天來到自身廟 孔廟這裡 孔府 我們來這裡 我們要好好用虔誠的心 我們來呂敬 我們自身先師 孔子 他的心法 在這裡咧 我們就跟著導遊小水小飯 我們慢慢地走 慢慢地悟 慢慢地去領悟 好 好了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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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晉天劍 專門陪皇帝來判這個 維新賢士 阿彌陀佛 那現在來到孔廟 這個地方後面的中庭 現在這裡有棵樹 長得非常的特別 這個樹 大部分它的成長都會跟著 聖賢 他們的心 他們的法 他們跟著建築會襯托 所以祝祂有生命 祂會知道很多建築物的需求 所以在松山 中越寺 中越廟 已經有一億千六百多年的歷史 他那邊前面都是博士 博士咧 農邊咧 是由中轉過來 虎邊咧 只要王佑 很自然咧 農湖 他的轉向 都完全自己會去調伙 若是沒有注意看 我們就會忽略了大地 山河 這個植物 他的靈性 他也有靈性 凡是在聖賢的周圍所生長的樹 木 石頭等等咧 他都有他的道理存在 剛才我們所看的烏龜 農龜 那叫必須 我們導遊小姐咧 介紹 說他是龍王的第六兒子咧 當然是沒有錯 第六兒是第五兒子 東西南北上下 是民運的 那就是任重道元 任重道元 背負著歷史 過去 現在和未來的歷史的重擔 所以無怨無悔 而且烏龜 你們自己看 烏龜上面有先天八卦 先天八卦 烏龜的下面咧 後天八卦 十二地支 二十四山項 背面咧 殼咧 它就是有先天火土 後天露書 融會在烏龜的身上 那麼裡面咧 是烏龜它的整個生命 所以我們人也一樣頂著天 立著地 我們的頭殼上面咧 究竟有幾塊咧 我不曉得 我們吳院長咧 吳康文吳院長 他是醫學醫師博士 他最清楚 好 那我們頭頂著也是 天 腳 立著地 是偶式 頭是一 腳是二 二 兩個腳是兩足蹲 是行道走 頭咧 是成天 成天走 烏龜 他就跟著趴走 背面是成天 二十四山項也好 或是先天數 一六公鐘 二七通道 三趴圍棚 五十桶子 四九尾油 先天的氣 他的真理 如果是烏龜 你們有空的話 每個人家裡養一隻烏龜 你們可以慢慢去研究烏龜的道理 把疫經拿出來 來看 我相信你們就會找到我們的至聖孔子先師 你們相信嗎 那你們回家再養烏龜好了 你們可以找到 你可以找到 這個非常妙 非常妙 好 那麼好了 現在我們就來講這個建築 剛才我們找一個小姐 告訴各位說這裡是一條龍 一條龍 這個應該是開一個龍口 那上面呢 我看來是一隻迷路 長壽 長壽 長壽迷路 所以個人去悟 各有不同 這一棵樹呢 你怎麼看呢 也像一條龍 開龍口 龍角 龍角 有沒有 你們看 自己看 看來迷路也可以 龍也可以 所以 只要一隻樹呢 它會硬化到這個建築物 那麼這棵樹很漂亮 也像一條龍 你看 盤龍 很美 有沒有 這就是盤龍 這個呢 不知道哪一位把它弄得會這樣來 這個是靈氣的事情 靈氣很美 你看 這張小小小啊 這個都是聖人的地方才會有 那 在我家就不會有 你家也不會有 也不一定 你家有一天會有 但是我家永遠不會有 你放下了 所以我們還沒有到孔子的 他的智慧 他的偉大 好了 我們繼續下去 各位 神聖同學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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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咱來到 孔子 到孔廟 大城殿 大城殿 咱們生命為有 阿彌陀佛 生命為有 這是我們讚嘆 自勝 孔老夫子 也智慧 也偉大 前五古人 後來人 在佛家的東西阿 佛家啦 佛教的佛家 釋迦摩尼阿 以後的人阿 都能夠稱為謝尊 你 成份 世上最尊貴 的 謝尚最尊貴的 這句話 和生命為有 � Richardson 和國еб阿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及你講到 謝尊的 就是說你 凡事有iğ法修行的 依照佛所開示去修行的 未來都是這頓 事實上最珍貴的是我 那麼生命會有 我們真宗弘老父子 非常尊重 確實是 這個過去現在未來 都沒有只有弘老父子是最偉大的 千真萬確 但是少一樣 少一樣的孔子 對每一位眾生 每一個人的尊重 無道一以貫之 就是每個人的生命是永恆 所以我們學了生命 生命會有 是尊敬 蘸糧 蘸至米糕 但是我們忽略了 每個人當他智慧 一開悟的時候 就可以正到正等正絕 也就是平等 佛說就是平等 眾生餘利平等 也就是我們佛教所說的 阿娘道路三妙三佛鐵 就是謝尊 也慈悲 當然在我們中國人 這是入世 人道 天地人人道的修為 孔老夫子 他是講人道 修人道 但是我們眾生 未來人不了解 孔老夫子 他人道 頭上我們有頭會思考 有這個智慧 和佛家所講的 佛性 覺性 清淨性 如來 三性 一體 一體 那 就我們中國人 中國的 各界的學者 文學家也好 百家思想 都非常吃筆的讚嘆 但是 忽略了 對 所有人 尊敬 忽略了 對所有人 的讚嘆 人來到世間上來 有空自遠方來 不亦樂夫 孔子 他已經講得清清楚楚 心心笑 愛 風 你 這 開眼 無邊 中 天 我 看 我從 上 我 該 看 我 想 天 我 你 我 我 看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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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你 我